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可愛 好可愛 當初要從公立學校到 回到教育職業題來 其實我的家人跟身邊的人 大家都反對 而且會覺得很可惜 但是我很感恩我們家師兄 有一次他在 全球慈禁日的 會場跟上人發願 要讓我回到 就是教育職業題來 也真的是多虧他的 支持及護持 有節制守規矩 就變成一個 乖巧可愛的小屋子 我會選擇職業題來 工作其實也是為我自己 選擇一個 可以讓我的會命成長的 一個非常好的環境 而且其實 就是因為孩子的因緣 然後學校也可以是一個 人間菩薩 招生的一個道場 我就覺得這個很值得 一 神 百 念 願佛法心顯弘大聖 不吝血法獲眾生 我會想到上人這麼的 辛苦一路走來 因為就是 就是不忍眾生受苦難 那如果 每個人都很正確的觀念 然後 有正法的引導 就不會 造出這麼多的業 然後 就不會承受這麼多的 惡果或是苦難 所以 就是 激勵自己 然後 要在這個 教育職業 更加的努力 也讓上人 不要這麼的辛苦